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各位現場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不是說小朋友很多嗎 你們騙我 沒有 其實蠻多小朋友的 今天很高興 每次來說音樂故事的時候 我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今天來說音樂故事 在這邊聽音樂真的是一種享受 你說 是不是 是 他們剛剛在做什麼 到了開始要演奏了才開始練習嗎 什麼 調音 看樣子你們都是學過音樂的小朋友 至少都是很喜歡音樂 學過樂器啊 或者學過音樂的小朋友請舉手 其實台上應該也都要舉手才對的 我們要給我們自己掌聲鼓勵 因為我們都更了解老天爺給我們這麼美妙的禮物 音樂 今天呢 我要負責接下來的這個故事 各位知道這要講的故事是什麼故事嗎 天方夜男 天方夜男 對 哇 這個故事我很喜歡的 這個故事講得很有趣 那為什麼我今天會來這邊講故事呢 我在這邊特別要感謝我們台北市立教育大學 邀請我一起來參加這樣一個故事 而這裡面有好多我們的好朋友 包括范怡善老師 等會我們的動畫 以及我們指揮的張家運老師 然後歐靈儒歐主任也是我的老朋友 以及江淑君江老師 我也認識 今天很高興能夠來這邊為各位說故事 今天要說的是天方夜談 這個故事很有趣 有一個國王心情不太好 你平常心情好不好 你心情好嗎 那還不錯 那你家誰的心情不好 都好 那就好 不要隨便說你爸爸或媽媽 這是我給你的一個暗示 好的 這個國王心情不太好 每天都在發脾氣 為什麼呢 他以前被他的朋友 被他喜歡的人傷害過 於是他的心情很不好 但是他還是想要結婚 不太懂為什麼這種人還要結婚 OK 於是他就要結婚了 他當然要結婚 國王一定要找一個什麼人結婚 對 好棒 他當然要找個皇后結婚嘛 對不對 可是這個國王很奇怪 他每天呢 新婚 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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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完婚之後呢 第二天他就把那個皇后殺掉 哦 怎麼會有這種人 浪費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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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豪共小姐说 让我说个故事给你听好不好 国王吓一跳 怎么会有这种 讲故事 好 就讲个故事 她就讲讲讲讲 她的名字叫做 熊豪共 她真的很会说 说到天亮 说到天亮的时候 正是故事最紧张的时候 熊豪共说 国王对不起 我故事只能讲到这里 她说为什么 为什么只讲到这里 因为你不是就要杀掉我了吗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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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好了 没关系 你就再过一天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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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天把故事讲完 我 诶 我再看我怎么处理 第二天 她又开始故事讲讲讲讲讲 诶 讲到差不多七八点钟就讲完了 那怎么办呢 那我就再讲个故事好了 她又讲讲讲讲讲讲 因为她的名字叫做 我看你们也是熊豪共 没错 她又讲到天亮 她真的厉害 每天她就是白天睡觉晚上讲故事 白天睡觉晚上讲故事 就这样一直讲一直讲 国王又杀也不是 不杀也不是 就这怎么办呢 好吧就每天听故事 这样听了多少的日子呢 一千零一夜 好棒 你们都知道 没错 今天我们就是要讲一千零一夜的故事 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指挥张家运老师 要透过她带着我们的乐团 才能讲好这个音乐故事 一千零一夜 热烈掌声 好的他们准备好了 你们准备好了吗 一共分成四个乐章 第一个乐章讲的故事 我很喜欢 我非常喜欢 叫做星巴达 你知道这个故事吗 星巴达 因为我爸爸是船员 他常常坐船要出海 去很远的地方 星巴达的故事 一开始的时候呢 是有一个乞丐 在那个一个大的屋子外面说 我好可怜 我是乞丐 你看看你好有钱 为什么你们住大房子 我没有房子 为什么你有钱 我饿肚子 于是这时候门就打开了 走出来一个人 你知道他是谁吗 就是星巴达 我好喜欢这个故事的开头 星巴达说 诶 乞丐朋友 你为什么要觉得难过呢 你以为我得到这些东西 都是随便得来的吗 是睡个觉起来就有的吗 我是随便别人给我的吗 没有那也是经过我的努力了 我曾经经过七次的航海 遇到很多冒险的事情 你想听吗 我是问那个乞丐 对不起啊 然后那个乞丐说 呃 我想 你知道这七次航海 我在外面海上碰到些什么事情吗 你猜会碰到什么 大白沙 还有呢 什么海盗 还有呢 水怪 海怪啦 应该是海怪 水怪是河里面的 还有呢 鲸鱼大鲸鱼厉害 还有呢 碰到抢强棍 还有谁 各位 让我们打开我们的想象 跟着我们的乐团 一起走入星巴拉的冒险世界 掌声鼓励 阿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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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便是 我说我 是 以以为他 哇 和你在想象 有 Fiftee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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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